天空下的彩虹 印童今晚很开心 再次邀请到胡启斌精神科医生 来做我的嘉宾 胡医生你好 大家好 胡医生每一次你都跟我们讲一些很有趣 或者很与时俱逼进的一些topic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就都是围绕回这两年来 跟大家有一些一方面怀旧 一方面去想一下 究竟这几年发生了些什么事 那上次呢 小弟就胆脆脆的 很希望去访问 欣徒去这个旅行 那结果呢 自己小弟都明白到 原来做这个节目主持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所以今晚呢 都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 那其实呢 上次之前呢 就很有幸地 跟我自己在UC San Diego的恩施 经过了20年 差不多20年的认识之后 有一个大家的见面 那其实很特别的 见到这个Dr. Dan Sewell 他是一个老人精神科医生 他也都在这个2010年的年代 成为一个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Geriatric Psychiatry 的整个会议的主席 那我很记得的 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会议呢 就是2002年 而那时候Dr. Dan Sewell 就不断跟我说 Ben啊 我们这个meeting是叫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Geriatric Psychiatry 那我自己就很会心一意想了 通常其他那些医学的会议 医学的组织呢 都说自己是 好像是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Practices 就是这个家庭科的医学协会 但是呢 这个给老人家的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美国的协会 为老人家去服务这个课 所以我很记忆有心的 所以当我在两个月之前 遇见我这个恩施 Dr. Dan Sewell 就很想和今晚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弟 是怎么样去爱上 这个老人精神科 这个完全是当时你开始 入医学院的时候 就由一个恩施去啟发到你了 对吗 很特别的 其实我想不少的听众 如果都有听过我说 我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都知道我很有幸 是最初大约12岁来到美国 就由于去了一间老人家教会 就被我在里面发觉 哇原来那些老人家很赞鬼的 就是好像其中有一个老人家 可能我自己英文差 那时候我就经常以为 她是画建筑的 但后来看她在她的生平一生 才发觉关荣熙先生 其实就是第一个 Walt Disley 迪士尼去画Anastasia 这个《狂想曲》 我真的跟自己说 这个12岁的班仔 真的有眼无珠 另外一个关山也很特别 她就是经常跟我说 Ben Doyle 那时候我们过来美国抄送 抄送的时候 不懂得说英文 吴美材 不要紧要的 因为那时候这个关山 她就是因为听一些倒码 结果就学会到英文 另外有另外一个关山 你都知道 其实那时候台山人 很多都是同村 姓关 另外一个关山 他就是读电机工程 那时候他就说 考考你 你有机会去到Duke 读电机工程 如果我想帮Glendale Galleria 去建这个发电厂 究竟应该怎么建呢 那时候十五十六岁 很无知的 我当然说 很简单 用一条这个physics的equation 计算了一个power出来 那就是刚刚好 接着这个关山就笑我 就说 唉傻仔 你想想 到你计算到那时候 用电量都多了十倍 你总之计算完每一条数 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 加多一个零 那你就成功 我想其实 今时今日大家去过Glendale Galleria 都应该发觉 没有什么停电过的 所以就是另外 这个关山的功劳 所以你那时认识的 一帮年长者 都恶苦藏龙 当时我有眼无珠 只可以说 因为始终自己 十二岁 在香港过来美国 其实认识他们那一刻 他们已经全部退休 对于他们来说 只不过是有一个年轻人 去跟他们聊聊天 他们有时当 教一下我的人生的绝技 但是小弟又真的有少少 无能为力地吸收他们的精华 只记得这么多 然后我其实是在2000年进入 这个UC San Diego 这个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学的医学院 其实最初进去 自己都有想过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 做一些心脏科的研究 我会很开心 因为始终我在两年前 左右过世的爹地 他差不多四十几岁的时候 已经有心脏病了 但是也都反过来 跟自己说 都不是啊 如果有机会去研究这个老人科 我也会很开心的 所以在UC San Diego 他们就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毕业之前 就要做一个自发性的学习 和一个自发性的研究 所以小弟胆粗粗 第二个礼拜左右 就开始去找一下 有没有哪个教授 是会愿意让我跟着他 一路学一路做 那很特别的 我很记得在2000年左右 那我就去到找这个 叫Dr. Dan Sewell的教授 那时候其实就是对于 一个年轻仔20岁左右 其实你不会知道 如果要进去一个医院的部门 当你要按一些数目字 然后还有两对门 都是代表戒鼻心炎的嘛 可能听众听就说 胡医生你不太行啊 你原来20岁的时候 其实都是猛到成只猪 其实真心那句 真的 去到现在都很猛的 其实 但是呢 进去第一对门 我还傻奸奸 我就在里面就想着 弄好自己的样子 梳好头 带好一条胎 穿上一件白袍 希望对这个Dr. Dan Sewell 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但是不知道呢 原来人家已经在那边 用着个闭路电视呢 看到这一只 有少少白痴痴的肥猪 在做的东西了 然后进去呢 我就见到一个很和开可亲 有少少像我以前大学那个 打篮球的那个教练 叫Coach K 那我就当时很有亲切感了 那见到这个Dr. Dan Sewell 他那时候就说 哦 不要紧要的 其实你会不会做研究 我很希望的就是说 你学到的是 怎样去跟病人沟通啊 怎样认识到更加多 关于老人家 那其实刚刚在没开show之前呢 阿欣陶就跟我分享了 有不少的老人家 都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大小变 有少去失禁的问题 那所以他们很害怕离开家 那但是呢 我都肯定 阿欣陶记得 我和阿欣陶分享过的 那时候 我这个 在我未来二十年 会造成我 差不多是我第二个的父亲 Dr. Dan Sewell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Benjamin 我们呢 这里呢 就是专收一些老人家 有精神病的问题 那对于你来说 什么叫精神病呢 那其实我想 如果我问听众啊 或者问其他的人 大家都会说 哦 可能不是说 去伤害其他人啊 伤害自己 那那时候呢 由于自己可能是 始终是读理科啦 读工程系啦 那所以更加 不知道怎样去答他 那我当然是一笑 就当答了别人就算了 嗯 那他说 哈啦 其实看来你都学会了 第一样东西哦 不懂 最重要不要乱说话哦 那我那时候已经心想 啊 你这个所谓的教授呢 到我做到研究 到我出名那时候 嗯 嗯 那但是那时候呢 很感恩的 那他就跟我分享 他就说 那你看看那边 有个老人家 他其实很慈祥的 那但是呢 他就因为 有一天 他的另一半 他的太太就问他 Honey 你干嘛呀 你看上去 那样很生气 很生气 接着这个老人家呢 就不小心 用他的拐杖 一下打了到他老婆 那由于那些警察 就将他带进去 精神病院啦 那很快就说 他一定是有 精神方面的问题 那但是由于Dr.Dan Sewell 在这一方面 是很有心得的 他就跟我分享 他就说 其实这个老人家 可能本身是已经有 这个记忆方面的减退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脑退化症 那很多人时 当你脑退化症呢 你不会记得 你对上那次 阿屎 是什么时候了 那当你不记得 阿屎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 大家不妨试上 你不断坐在一些 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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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enjamin 我教你啊 其实你不需要一定 去用药才可以解决到 他这个精神病 或者这个 拖不出事的问题 其实只要你 用你的手 很细心地 在他的肚皮上面 就好像画中 画一个四方形 就是和他按摩 没错了 但是其实我想 这里不少的听众们 有子女 开始想进医学院 或者读医学院 都会说 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 是进去做这个 专业外摩士的 所以其实 在这里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当我自己 在二十年之后 再次见到我这个恩师 更加被我感激到 他第一堂教我的功课 其实就是说 Do no harm 因为始终当我们用药 其实药永远是有三分的毒 但如果我们用到一些 很平凡的方法 譬如好像说 放一个暖水袋 在病人的肚子上面 去为他用自己的手 顺时心方向 跟着那些肠 去慢慢去令到 这些排泄物排到出来 其实我们不单止 是帮到这个病人 更重要的 其实是帮到这个医疗系统 因为当我们不需要 收这个病人的时候 这一张病床 就可以给一个 更加有需要的老人家 去善用了 我相信你这个恩师 真的对你影响很大 因为我听你很多时候 你的分享的时候 讲到一些个案的分析的时候 你都是尽量去 看那个病人 不是只是在表面的症状 去做一个判断 你尝试都是找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令到他这个 好像精神病的症状出现 很多时候你都 在你的个案分享当中 你都会找到 可能真的有其余的一些 只是身体上 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原因 令到他有这个 似乎精神病的症状 这个我觉得 对病人来说 是一个十分之有福 不会说被错误的去判断 就吃了药 吃完药都未必帮到他的问题 你就真的能够对症下药的去帮他 这个因斯对你的影响是很大 其实我想这个Dr.Dan Sewell 对我的影响的大 不单只是说 在我们第一个合作的研究 他其实教识了一件事 他就是说 Ben 如果你是做研究的 你不跟其他人去分享 这些学术的成果 你怎么会被人知道 你做的这件事呢 所以在很快的 虽然我那时候是在2000年 到2000年一年开始跟他做研究 他很快就赞助我 在2002年 就去到这个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Geriatric Psychiatry 的conference 那时候是在Orlando, Florida 其实那时候对于我来说 第一次去做这个poster的presentation 当然是很开心的 今时今日 我想不少的听众 想起一些所谓的poster 就是海报 大家就会想到 是一张很漂亮的海报 一次过卷在一起 就可以拿相机 但其实在2002年左右 医学界仍然很落后 就是基本上用一些A4纸 print完之后 就贴在一块硬的cardboard上面 大约就有9至12块 这些cardboard 但又真心那句 拿的真的方便 起码你放进自己的书包 就搞定了 就好像现在中学生的project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永远科技的好就是我们不断不断向前走 我记得第一次去这个AAGP Orlando 当然恩师Dr.Dan Sewell就很疼我 他就会把身边不同出名的教授介绍我 他就说这个就是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这个就在Stanford 但有一个他很深刻介绍的就是他从Florida到来的 就是怎么都好 但通常是这些poster presentation 就是这些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 其实这些大粒脑 这些猛人的医生都不会听到小弟说些什么的 但唯一很特别呢 由于当年是有这个免费的饮品的赠送呢 每一个这些教授就不知头不知脑 就一个拿着杯红酒给我 一个拿着杯白酒给我 一个拿着杯香檳给我 那时候的我可能不单止酒量前 也都可能真的嗨过头 自信过头 那就不小心都喝了不少杯 跟着到了夜晚 由于那时候的药厂 还是很赞助这些的医生会议 那他就包起了整个Universal Studio了 刚刚跟大家讲过 都是这个Orlando的Florida 那其实去到呢 大多数就是一些 至少四五十岁出名的教授 最多都是带着他们那些 八岁九岁的子女去玩的啦 那就有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呢 就在那儿玩了 那其实那时候呢 我最蠢的就是说 应该在那个会场上换了一身 西装至少换了一身正常的运动装 才去玩啦 但我那时候可能真的 害怕的就穿着整套西装 就去了这个Universal Studio 被人包场的地方 那在那时候2002年 我自己就很记得 有一样东西叫 Dance Dance Revolution 就是呢 就是呢 当你望着那个萤幕 有个箭嘴呢 譬如好像说 左 前 右 后 那些这样 在那儿跟着那个音乐跳的 那小弟在这个心跳加速 酒精含量甚高之下 就不断在那儿跳啦 那其实我觉得好搞笑的 那时候我那个 Dr. Dan Sewell的另一半呢 就拿着一部Camcorder 他就把小弟这些什么 有少少喝醉酒 跳舞的过程拍低了 自此之后呢 就成为了一个 可能都不是太好的罪症了 那我其实今次见回Dr. Dan Sewell 我就很开心跟他说 其实你很疼我 因为大多数的医学生 都不会有这些机会 去不同的地方 去赶述自己的学术成就 就算是了 通常都是 可能是我欣诗的级数 才会拿出来说 接着呢 他竟然跟我说 Ben啊 其实我没有跟你说过的 在2006年 还是2007年左右呢 原来我欣诗 就在一本学术期刊上面 写了一篇 关于他对这个AAGP的感受 那在里面呢 他竟然搞笑到说 他其实都很珍惜 还有很开心 AAGP带来的欢乐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在2002年 在一个Annual Meeting 在Orlando Florida 那当时呢 整个Universal Studios 就被我们这一群 老人精神科的学者 霸了了 那他就说 其实我当日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你 所以我自己都不太信邪了 那我自己回到家的 就立刻上网 找回是否有这一篇论文的存在 所以在这里了 可能除了给大家去知道 原来医生都会去做一些 医学上面的讲座 和一些医学上面的知识分享之余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会有大家的小乐趣 而估不到在一篇 学术论文上面 竟然是会留住了一两句 关于小弟在这个 Universal Studio的战绩 所以你的恩师都很开心 有你一个所谓的弟子 给他提携的 其实很特别的 你说起这件事 我自己就很想到一件事 可能大家家长们 经常听到那些小弟子 去了读大学 去读研究院 就经常会觉得 那些教授是很老的 我想其实我自己 今次见到Dr. Dan Sewell 反而有另外一个体验和感受 去广告之后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天空下的彩虹 胡义生你刚才说 你的恩师是老人精神科的 是否真的因为这个恩师 对你的啟发一路的提携 令到你都选择精神科 这个科目呢 我想在这里都要分享一下 几样不同的东西 刚刚在广告之前 都跟大家说 就是说 至少小弟我 可能去到大学 或者去到医学院 其实都不会无端端想 别人说你多大 你多老 因为始终那些教你的人 你经常就觉得 他们是比你大 但反而在20年之后 去跟恩师吃饭 相聚 才突然之间想起 其实Dr. Dan Sewell 认识我当时 大约就像小弟 现在这样 去教医学生 所以给我有一个 很深的体会 就是 我其实在他最光辉 最灿烂的一刻 遇到他 因为其实 Dr. Dan Sewell 那一刻 已经正正式式成为 一个正教授 一个全教授 所以他很甘心乐意 将排第一 在这个论文方面 是给了我的 其实在我毕业之前 我已经有三篇的 第一排行的论文 其实在当年 医学界来说 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都很因为有他的栽培 才会有今天的我 至于你说科目 我觉得其实很特别的 就是好像现在呢 看回一下不少的医学院呢 本来是第三年 才去做一些 主要科目的实习 主要科目是 好像内科啦 就是好像糖尿呀 高血压呀 心脏病呀 这个手术科啦 就是怎样榨到啦 苦产科啦 疑科啦 神经科 精神科 家庭科 今时今日的医学院的趋势 就是说开始将 这些在第三年的科目 搬去第二年 等些学生 做完第二年的 这些实习之后呢 可以在第三年 更加去 进心一步去思考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反而在 UC San Diego 由于我第一年开始 就要去找一个人 去教我怎样做研究 所以我觉得 只要找到一个 好的名师 他愿意将他学的东西 教识给你 其实是一定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刚刚在这里 都跟大家去分享过 我在UC San Diego 做的第一个研究 其实今次 见到阿恩斯 我都会叫自己的下一代 去跟Dr. Sewell 说Dr. Sewell You taught him Constipation 就是这个便秘 Dr. Dan Sewell 就很开心地 听着我自己的小孩 去跟他们说 Dr. Dan Sewell You taught my daddy Constipation 所以Dr. Sewell 都笑了一下 但是 让我自己去想到的 就是说 其实 我们每一次 讲研究 可能大家 在这个疫情当中 就会说 研究 就是去找出 一些新的疫苗 找出一些新的药物 但正如 欣徒 都去感受到 我这个恩师 对我的爱 很简单 就是说 他很希望我学会 不单止 什么叫做一个医生 而是怎样去 医病人的心理一素 和不同方面的 可以怎样去 減缓他们的进程 或者怎样去帮到他们 所以很有趣 然后在做完第一个研究之后 Dr. Dan Sewell 就说 Ben 其实你都真的很有潜质 我就要介绍 我 你恩师的师公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害怕 我就说 你介绍我给Dr. Jazday Dr. Jazday 又是另外一个 很出众的医生 Dr. Jazday 基本上 就是差不多 发现了 什么叫老年 的精神分裂症 的始组之一 那我就说 你介绍了我给他 你会不会不要我的 那接着Dr. Jazday 就说 你不能这样想的 如果你真的 那么有潜质 我当然很希望 你跟一个好的老师 但是反而 今时今日的我 如果听到 有个学生 跟我说 他很喜欢跟我一起做 学术方面的学习 研究 我就会说 最重要是你自己 喜欢 因为其实 你跟谁 其实都会学到 不少的东西 最重要是 你自己学得 舒服 那我好记得的 跟Dr. Jazday 的好处是 不够三天 就被人 骂到一面皮 就说 为什么 你在Duke 毕业的 你的英文 写作 那么差劣 我心里面 想 哇 你是不是 种族歧视我 但是想想 又不会 Dr. Jazday 本身是一个 印度的移民 但是 他后来 都跟我说 他就说 其实 我们常常说 什么叫 communication 当然 你有好的口才 你没有什么 的口音 当然是一个 很出色的 说话的人才 但是 如果你有本事 可以写到一本 好的书出来 一篇好的论文 出来 反而 你是会更加 造福到其他人 所以 今次 跟Dr. Dan Sewell 的会面 我猜不到 他竟然是 不断介绍 一些书给我看 而其中 他介绍的一本 就是 我们两个的 因斯 Dr. Jazday 在他 比较老年的 写出来的 是关于 智慧的一本书 Wisdom 我自己都猜不到 一个老人精神科的专家 去到自己的晚年 就很希望 从这个智慧方面 去研究 看看究竟 人去到老年了 虽然身体会不断衰老 正如 欣陶那样 有些老人家 他们会由于自己 有这个 incontinence 的问题 他们不是很愿意 出门口 但是有些老人家 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智慧 去排除万难 去更加探索人生 但是见到Dr. Dan Sewell 他第二个 跟我做的研究 他很特别的 他就说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有不少的 日常的 生理问题 会令到你 看上去 好像一个精神科的病人 我现在教你了 虽然我们没有脑扫描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扫描到 一个人的脑的潜力呢 他就教识了 我怎样去 从一个老人家 去画一个钟 就是同一个老人家 就是说 ten past eleven 接着叫他们 就将这个钟 画出一个圆形 写出一至十二 而指的就是 十分钟 在十一点之后 其实当我最初想 就说 有什么这么难 周八通 都可以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但当我发觉到 看到很多老人家 他们去到晚年 去画这个钟的时候 是学到不少的东西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一个老人家 画出来的钟 可能是得一半的时候 其实他只眼 本身的视力 可能是出了问题 而由于视力的减退了 就减低了 他在外来带来的 stimulation 所以令到他的脑 没有那么多刺激之后 看上去就好像有脑退化症 但如果我们帮到他的视力 就是为他带上一副适合的眼镜 或者帮他的房子的干线 教导比较充足的话 这个老人家 可能虽然幻想脑退化症 但是他的病情 是会减慢了很多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都不需要真的有一个 真正的掃描机 但是你就从他画一个时钟 就是画出几点钟 你已经看到他 心理上的机能 有哪样东西是退化了 其实这个我想就是 当医学不断去到更加昌明 就像现在这样 有不少的医生 都跟我说 Dr. Wu 你别傻了 别拿你的听筒出来 我们今时今日的手机的app 放到别人的心里 连心电图都拿到 但反而是老一代的医生 他们有时候拿着听筒 甚至他们凭自己的触觉 在这里我都不可以不给我们的忠意 他们这个望闻切诊 其实真的不单只是忠意 而是任何的医学必须的条件 所以在这里 说到画一个钟也好 叫殷陶去背三样东西 广告之后回来再问他 也是另一个方法 不过在这里 今晚由于我也很清楚知道 殷陶今天翻了整天工 很累的情况之下 做出来的素描 未必是这么准 哇 这个这么好的帮我解释 多谢你 天空下的彩虹 世卫生 我一直还继续在想着 你刚才说过 用时钟 叫一个年长的病人 去画一个11点踏10 不是 11点踏2 这个时钟 就是画到两边的 短针和长针 这个测量方法 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测量方法 不是说只是用那些很现代的科技 来去测试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或者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用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有时更实际 而且很容易就做到了 对的 所以我不会在下一节 因为其实我们讲完这一节之后 都会去到另外一个节目 可能在下一次我跟你相遇的时候 去问你 究竟我是跟Dr.Dan Sewell 做了哪三个 是我自己做第一身的研究 哇 考起我 是的 都讲过了 第一个研究 就是去看看 有没有一些平常很简单的医学问题 表面上 看下去 大家根本上会掉以轻心 就好像刚刚说 便秘 甚至可能是轻轻地中尿毒 但是一不小心 就会看下去 好像一个有精神问题的老人家 第二 也都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 去从一个画一个钟 就是叫病人画一个圆圈 写完所有的数目字 然后将长短针指向 10 past 11 在当中都会看到不少的东西 那当然了 如果一个病人画都不画这个钟了 很大的机会就给我想到 其实他所谓的脑退化症 未必真的是脑退化症的 可能其实他是患了这个严重的忧屈症 因为大家不妨想一下 一个有脑退化症的病患 其实他是记忆失调 但是他不会说跟你不合作的嘛 但是相反 一个有忧屈症的病人 看下去就好像记忆是没了 你不知道还会去猛成成 但是就由于去不去画这个钟 就会被我开始怀疑到 会不会其实可能 他是有这个忧屈症的症状 而忧屈症我们是可以用药 去帮到这一群老人家 所以在这里 其实小弟都自招的 其实我在UC San Diego 跟我这个Dr. Dan Suhr 是做了四个研究的 但是只不过是因为 三个是我排第一的排名 所以我自己很深刻的人像 那说起我最后一个 跟他做的研究 其实他就说 Ben 我已经教识了你 看病人是应该去想一下 不同方便 也都教识了你 有没有一些方法 去判断一个病人 他有没有在这个 精神方面记忆的问题 到最后了 我很希望你学会 如何去管理一间医院 或者去管理一个部门 都不怕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自己最初 做主训医生 为什么这么希望 得到这个UCLA的教授的名下 很大的 比较很衰那句 都很希望有朝一日 可能是去终极登上 某间名校的部门主管 其实去到现在 都明白 自己这一生这一世 都不会像Dr.Dan Sewell 又成为了这个AAGP的President 又成为了当年UCSD的Vice Chair 整个医学院的副主席 但他最后教识我 做一个研究 他就说 其实你想想 如果你可以找到 哪一群的病人 他们不断进出 你那个部门的话 那你便会帮你的医院 和帮你的部门 省回一些钱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大多数的病人 通常进来就是一次起 两次子 但是有些病人 由于他不断进出 可能在精神科来说 大家就会想 可能他是不吃药 但是由于每次进出 你要想一下 就要靠这个 Ambulance 就是这个救护车 每次都二三千元 你每次进来 又要重新去化验所有的血液 又有一笔钱 分分钟 刚刚这个医生 没有看过你之前做什么的 又再一次帮你做脑素描 加上加上的 如果病人不断进出 就会令到医院 有一个很不需要的负担 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 老人家 虽然大多数有Medicare 但如果这些老人家 不断进出医院 Medicare 通常是不会给 之后那几次的费用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去判断到 哪一群老人家 是不断进出医院了 那你只要将大多数的资源 投放在这群不断进出的老人家 就会减低了 这个滥用医疗系统的状况 所以他就教我 就说 那不要紧了 我们第三个做的研究 你就看看过往这十年 是哪一群的老人家 现在不断进出我们这个 senior behavior health unit 就是这个老人精神科的急诊 和这个住院服务了 那我自己最初想的就是说 我不断进出那些的 应该可能是 可能是家里没有朋友帮忙 另一半已经死去 可能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接着他就笑 他就说 Ben 其实你都假假的 叫跟了我三年了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这个unit 是整个San Diego最有钱的 那我后来想想 又真的 因为其实当时 要进去Dr. Dan Sewell 这个老人精神科的unit 他是不单止 不收一些cheap的insurance 基本上是要你 家里都有不少钱 可以担保到 说如果在这个医院出去的时候 要住一些比较贵的疗养院 都是负担得起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钱费方面 已经是解决了的了 他说 其实我这个unit 不好的地方就是说 可能对很多真真正正 有需要帮忙的老人家 我们未必去给到这个服务 但就是给你看到 就算是一群 可能说是中等家庭 中上家庭的老人家 究竟是有什么问题 会令他们不断进进出出医院呢 当我们研究了大约700个这些病人之后 很快就发觉了原来有一个病症 就是一个病症 就基本上可以估到 他是会不断进进出出医院了 我想在这里买个关子先 其实当年当我做完之后 我没有什么感觉的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diagnosis就是说 狂躁抑郁症 Bipolar Disorder 其实作为一个医学生 我常常就会以为 就说狂躁抑郁症 就是当他很狂躁的时候 是你给药的 他一出医院就不吃药 给药他不吃药 好像欣涂刚刚都跟我去分享 就说 阿狐医生 但其实你今时今日做的事 主要是服务成年人 还有主要是服务的是一群 没有厌疏 还有是无家可归者 但其实当我在这一群 成人的population之中 我就发觉了 其实狂躁抑郁症 虽然看上去狂躁那一刻是很恐怖的 就是真心那句 整几晚不睡 分分钟还吓你 说我要拿着刀斩你 或者他做的事很狂躁 大家都会害怕 但其实这群病人 他们差不多中期一生 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在他们忧屈 不开心 还有这个轻度 很不快乐的时间 其实真的是一段 很惨的人生 但是我就开始想回了 就说 那为什么我在2004年那时候 找到的就是说 这个病 他们去到所谓的老年那时候 更加容易令他们 进进出医院呢 其实今时今日呢 虽然我的解释 未必就是说 当年我做这个研究的解释 因为始终今时今日的我 都叫多了20年的 临床经验了 但被我想到的就是说 第一 我们其实有一种药 是很帮助到这个 控制抑郁症 就是Lidium Lidium是一种很好的药 但是很不幸地 当你如果吃了15-20年 通常腎都会出事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当你的腎出事了 这些Lidium 基本上吃下去 是金属来的嘛 吃得不好 分分钟还要洗腎了 当你去到老人家的时候 喝少了一杯水了 分分钟就会出事 所以如果今时今日 Dr.Dan Sewell 再给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去帮这群老人家 我反而觉得 是会好好的 去帮他们制作一些 药物上面的辅导 就是说 可能你们吃了某些药 都15-20年了 但是其实今时今日 可能需要减你的药分 所以其实到今时今日 每一次当我想起我的恩师的时候 虽然我自己今天 不是说好做老人方面 但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我每一次 去做我的急诊的时候 都不少老人家 是会来到的 但是更加被我看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去想小孩子 尤其是欣涂是这个 小孩子的专家 两岁和五岁和七岁 都不要说教些什么了 看的戏都不同了 两岁你不会让他去看 这个Princess Peach 就是这个Super Mario Brothers 但是到了五岁七岁 你又可以 似乎会给一些深一点的东西去看 你不会只是让他去看 那只什么Brown Bear Brown Bear 这样的 会瞒死那小孩的 但是其实老人家都是的 为什么他们六十岁吃的药 和他们的药分 去到七十岁 甚至八十岁 吃的都是一样呢 大家不妨想一下 其实我们身体 在四十岁之后 我们的肌肉 开始是会有萎缩 甚至我们越来越多 不同的肥高 吸收都不同了 那时候 所以更加重要的是 可能是今晚这个节目 让我想到的就是说 第一 对于可能是青年人 或者成年人来说 我们的一生 很希望的大家都会去遇到 自己的恩施 和自己的白落 但是也都在我们的听众之中 有不少的老人家们 有时候当你发觉了 可能你的病情变差 不是因为你没有吃药 而是相反 会不会是药分重了呢 因为可能是你之前 减少了五磅 十磅 如果是这样的 就要好好的 跟你相熟的医生 去好好的分享 和好好的去分析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医学的研究是需要的 真的能够去改进 治疗病人的方法 或者甚至 那个基本的一些做法 另外我听到 就是 胡医生你一直说 你很得益于你的恩施 我相信这个也影响你今天 你自己能够去 作为一个医学的老师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传承了你的恩施 那个做法 就是将你自己所有的 去教一些新医生 没有他那么英俊 就一直去教一些新的医学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 能够一代传一代 你将那个知识传递 我反而很记得一样东西 因为我当他医学生的时候 就是他现在的岁数 让我很记得 当年他要坐在一个 cushion上面 就是由于上班 返得太多 弄到自己有 lower back pain 其实我自己都认 今时今日 我都有少少背部痛的时候 我都开始想 我因此有机会 60岁退休 我想这个才是我希望 人生达到的目的 你到时又可以做另一样的事 很感谢你 每一次胡医生 你都跟我们 讲出很多的常识 希望下一次的等待 你再继续 跟我们去分享 另外一些的常识 多谢你 拜拜